我老公上海人公安局的 你敢动我一根头发试试 我老公是上海市公安局的 五套房子不是白混的 这个上海街头发飙的女人火了 她酒后殴打代价司机的视频 今天传遍了全网 所有看到视频的人都听到了她那句 不可一世的 我老公是上海市公安局的 谁敢动我一根头发 这究竟是酒壮耸人胆 还是酒后吐真言 她口中的老公究竟是何许人也 能给她当街用板凳杂人 还大放厥词的力气 想了解更多相关资讯 请搜索上海女子殴打代价 获取更多关联信息 事情发生在3月14号下午的6时左右 上海市普陀区郊州路某商铺门口 一女子和代价司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女子嘴里一直骂骂咧咧满口粗话 代价见事情不对 于是先打电话报警 谁知道女子竟然脱口而出 我老公是上海人公安局的 你敢动我一根头发试试 我就在这不走 我没有任何错 整个争吵过程当中 该女子反复大声强调 我老公是上海市公安局的 似乎就怕在场的 有任何一个人没有听到 不仅秀出自了自己的关系 该女子还通过炫富来贬低代价 一会儿说 一个月挣2000块钱 你跟我挣几万的能比吗 一会儿又说 我iPhone手机 我上海好几套房子 还让想上前劝解的围观群众 有多远滚多远 而更令人感到愤怒的是 该女子不仅口无遮拦 对代价恶语相向 而且还真的动起了手 先是拿手机猛砸代价的头部 致使代价倒地 之后还抄起了店铺门口的长木凳 狠狠往代价的头上砸去 又对坐在地上的代价拳打桥梯 还一边歇斯底里的喊着 我明天就去蹲监狱 虽然代价戴着头盔 但被女子这一连环的殴打 情况真是令人感到担忧 幸好民警随后赶到了现场 据普陀公安官方通报 打人的女子宋某 现年41岁 醉酒之后与代价司机发生口角 进而发生殴打 而且他不仅只打了和他争吵的代价 还打了另一名劝架的代价 导致两人不同程度的受伤 还好医治之后两人都无大碍 宋某也被刑事拘留 那么宋某口中的上海市公安局的老公 到底是谁呢 普陀公安在通报当中称 这一情况并不属实 是宋某撒得谎 那又是什么样的矛盾 让宋某当街发飙打人呢 一名转发该视频的网友表示 她也是代价 事发生的就在现场 该女子交代价不给钱还打人 这位网友的说法暂时还没有得到证实 但是视频当中确实很清楚的听到 该女子说过 我不想给她钱你管得着我吗 看了视频有网友评论说 高启强都不敢这么嚣张 而面对女子疯狂的举动 代价司机的反应非常克制 完全没有还手 毕竟如果她和女子打起来 那女子恐怕就要从主动打人的 变成被动挨打的 代价司机的冷静看的人 既佩服又有一点不忍心 然而对于女子口中的老公 警方并没有做出进一步的情况通报 尤其是在女子还提到了五套房子 不是白混的情况之下 网友更是觉得不能够稀里糊涂的放过了 无论如何 这名女子的行为已经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希望能够看到更具体的情况的公示 感谢观看